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那现在看一下 HDFS 的一些优点 它非常适合于超大的文件 这里说的超大文件都是指 100兆以上或者是GB,TB级的这种文件 当然越大越好 在实际项目中,TB占了都大多数 比如说每天处理量达到只有TB级 这就算是汉量数据了 如果弄GB的话还不算 GB相对来说还是小一点 实际工作中历史数据送出来的话 在PP级是没有问题的 像我们公司,PP级都早都过了 那PP级真正的就算一个超大规模的数据了 一PB等于1024TB 那这个我就不用再多说了 尝试 还有这个数据的访问 它支持的是一次写入多次读写 刚才说了 那这个呢是支持多个科目官同时去访问 这就意味着一个数据集一旦由数据原生成 就会被复制风发到不同的节点上 然后响应各种各样的请求数据分析任务 在多种情况下 分析任务会涉及数据中的大部分数据 也就是说对于HDFS来说 请求整个数据集要比读一条记录更加高效 因为它的设计本身就是那个Blogger快 对吧 所以你去读取一个整个的数据集来说 和读取一条记录来说 读取整个数据集 相对来说它比较轻松 因为它有NameNote的这个原信息 对吧 你去找一条信息可能很困难 但是找一个大块的信息数据集来说 它是非常快的 它呢部署在这个廉价的普通的PC机上 就可以跑起来 那Hadoop本身呢 对硬件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普通的PC上就可以运行 不需要昂贵的服务器 比如说原来的IBM那种大信机 是非常贵的 还有它的那个节点故障 出现很多问题以后呢 它会自动的去恢复切换 还有自动复制 这也是它的高可运性 包括主节点挂了 它还有主层切换 其次呢 它这种这种方式也是数据的比较安全 那它的高可运性呢 刚才也说了 也不用担心这个数据的丢失 所以它是非常可靠的 HDFS呢本身也是有缺点的 那它刚才也说了 它不适合这种低延迟数据方案 比如说那种很快就返回结果 对吧 当然这个问题呢 在后续的课程中它解决了 那就之前说的 为什么很多网站它使用的HFS 有些人就说你这不说的毛洞吗 他们不是很多网站就是低延迟房吗 为什么学用HDFS 这地方你又说它是一个缺点 那后续课程有一个HBase 那它的设计呢就是解决这一个瓶颈 它是可以低延迟返回数据的 它是一个劣势数据库 那这地方说的是HDFS本身 它是存在这个不适合低延迟数据方案 如果要处理一些用户要求在短时间内 返回数据那HDFS这种存储是不合适的 毕竟呢它的定义是在大数据存储方面 非常适合于这种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任务 主要是为了达到高的数据通图量而设计的 那这就可能要以高延迟作为一个代价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以大数据设计一个系统 改进策略那也刚才说到了 法道部可以做到低延迟那就是HBase 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它的底层呢还是HDFS存储 那它通过上层数据的管理项 正好是弥补了这种HDFS本身这种 不能低延迟那种不足 在性能上有恒大提升 还有这种缓存的设计 还有master设计可能降低可能的数据的请求压力 就相当于这地方 HBase本身做了一个region server 就将那个数据封片 然后将请求呢分到这个region server上 region server呢 反而会相当于一部分的数据 这样的话就对这个本身客户端呢 就是这种请求压力相低了 这样的话就提高速度 那减少了这种延迟 它本身呢对HDFS内部呢做了一些修改 它权衡了这个大通组量与低延迟 那HDFS呢也不是满能的 那它也无法高效的从储大量的小文件 因为之前也说了HDFS的诞生呢是因为大数据的从储 对吧 对于小文件来说呢 它是相当于把这种 因为小文件它有原信息 对吧 把这种原信息呢放到文件中 从储10万个小文件和从储10万个大文件 从原信息上来说它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从储的这个量级上来说 小文件它占了 的这个次团空间是非常少 但是对于NameNote的压力来说 小文件和那 从储10万个大文件是一样的 所以宁可从储10万个大的文件 也不愿意去从储10万个小的文件 所以文件系统所能容纳的文件数量 是由NameNote的内存大小的决定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10万个大文件 和10万个小文件 它的占用的内存是差不多的 一般来说 每一个文件 文件夹和block块 需要占150个字节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有100万个文件 每一个占一个block 你就需要300兆币的内存 当前来说 数百万个文件还是可行的 当扩展到10亿时 对于当前的硬件水平来说是没法实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MapTesk数量是有 Split来决定的 所以用MR处理大量的小文件时 就会产生过多的MapTesk 这地方说的就是Map数量 县程管理开销将增加作业时间 举个例子 处理这个实际的文件 若每个Split为1兆 那就会有1万个MapTesk 会有很大的县程开销 若每个Split为100兆 则只有100个MapTesk 每个MapTesk会有更多的申请可以做 而县程的开销也就小了很多 后续我会讲解到MapTesk这个数量 但是它是由这个文件本身来决定的 就是说你看文件如果比较小的话 比如说1兆 那你这个运行的MapTesk 它和那个文件数量也是有关系的 那你运行比较实际吧 才实际文件 然后你切装了1万个任务去跑 真是非常的对县程来说 对内存还有就是机器的这种开销 还是很大 那你如果文件比较大的话 你只只需要100MapTesk就可以跑 但是你却开了1万个MapTesk 那就显然是杀鸡有牛刀是吧 那改进策略 那就是尽量的将这个小文件 合备了这种大文件 可以使用这种 Sequence file还有MapFile HAR等方式进行归档这种小文件 将这种小文件呢 相对集中起来 变成一个大文件 那本身HBase就是基于此 对于这种方法呢 如果想找回原来的小文件 那么就必须知道文档 与之前映射的关系是什么 可以横向扩展 一个HT5集群 能够管理小文件是有限的 那HDS呢 它是不支持这种多用户写入 和任意修改的 实际上这种从支持上来说 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我们一般情况都是 写入是一个用户 对吧 在HDS的一个文件中 只有一个写入者 而且写操作 只能在文件的尾部完成 也就是说它没有update的操作 对吧 它的update的操作是什么样子呢 相当于它从尾部更新 那就相当于覆盖 对吧 它就一个版本的管理 比如说版本1版本2 但它没有这个update 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呢 也是类似update 既它只能完成这种追加 而不能进行一个覆盖 其实从这个版本的方面来说呢 它也可以相当于完成一个覆盖 比如说你先向它删除 对吧 然后再追加 再相当于一个update 对吧 目前呢 HDS还不支持多用户 对同一个文件的写操作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的 以及在文件任意位置进行修改 就说它是有顺序的 你不可能去随机 但是HBase本身的设计呢 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 它是可以存在这种 刚才说的多版本 对吧 还有对文件任意进行修改 那就是比如说一个指定一个行 那你也是可以去写的 穿墓式文件系统呢 本身它是有一些特性的 HDFS呢有一些特性 那比如说高通统量访问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HDFS上的每个数据块 分布在不同的机架上 那当用户访问的时候呢 HDFS呢就会计算出一个 一个离他最近的 还有一个访问量最小的一个 服务器给用户 那这样呢就是一个优化 对吧 以最快的方式呢展示给用户 因为数据块的每个复制备份 都能提供给用户网网 而不是从单个数据员去读取 它相当于一个汇集 对吧 把一个块两个块读起来 然后合并一起反过用户 那HDFS呢对于单数据块的访问 将是传统数据课的数倍 对于一个较大的文件 HDFS呢将文件 重放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在访问大型文件时 系统可以并行 从数据库对列中 将多个服务器的数据 并行读入 增加了大文件读入的访问带宽 最小的又将带宽 翻摊到每个服务机器上 那这样就增加了这种访问带宽 通过以上实现 HDFS通过分布式计算的算法 将数据防润均滩到这个服务器正列中 对每个服务器的多个数据进行拷费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可靠性 对吧 单个磁盘或服务器通图量限制 都可以有数倍甚至百倍的突破 提高了极高的数据通图量 还有这个容量扩充 HDFS将文件的数据块分配信息 存在安诺的服务器之上 文件数据块的信息 分布总放在DataNode服务器上 当整个系统容量需要扩充时 只需要增加DataNode的数量 系统会自动的实施 将新的服务器匹配进整体正列之中 之后文件分布式系统算法呢 就会将数据块迁移到新的DataNode之中 不需这个人工的干预或者是将机器重启了呢 实现以上功能呢 通过实现以上功能 HTS可以做到不停服务的情况下 实时的加新的机器作为一个线性扩展 那升级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容量 这个操作呢不需要人的干预 就可以重新分布数据块 比如说那个负载均衡对吧 还有高度容错 机器呢总是有坏的可能 比如说网络啊 对吧 有些时候同意 网线断了或者网线坏了 还有瓷盘坏了等等都是常态 那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HATOB本身是DF的本身呢 有这个保证数据可靠性 那数据在写入时 那就会被写入多份 那这就是非常可靠的吧 并且可以通过用户私经营的复制策略 分布到物理位置不同的服务器上 这就是后面讲的这个复管策略问题 那数据在读写时 将自动进行数据的交验 一旦发现数据交验错误 就将重新进行复制 比如说一台机器它当机了 那可以将这个它的另一个复管 复制到另一台机器上 HDFS系统在后台自动连续的 检测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并维持数据的复博数量 在指定的复制水平上 就说比如说你设置了三个副本 其实有一个副本少了 它会自动将副本补充到三个 就是确保副本一直是三个 和明天走中一个副本就像是三个副本 那么点也订兴 studies